马来西亚有春节 马来西亚有各种各样的中秋节 所以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 在马来西亚继承的最完美 甚至比我们大陆还要完美 好了 我告诉大家 今天和马来西亚最大的区别在哪 举例 买车 中国买车是首付30% 剩下的三年付完 马来西亚买车可以零首付九年付完 第二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中国的房贷平均5.86% 好了 我告诉大家 马来西亚的买房的平均利率 大款的利率只有1.8% 所以马来西亚是有很多的福利 举例 我们买一款阿尔法的车 2021款新款阿尔法 在国内要买110万到120万 但是同样这款车在马来西亚 只需要人民币55万左右 是不是你们有点开始向往马来西亚了 让你们移民马来西亚不太现实 同意吧 办一个第二家园就可以了 怎么叫第二家园呢 是马来西亚针对中国人专门办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 你们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依然你们的护照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但是这个第二家园就等于你们同时拥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护照 你们就等于跟马来西亚人士一模一样 你们在里面可以享受教育 医疗 服务 买房 贷款 所有的都给马来西亚本土人一模一样 只要第一次存30万马币 有没有有钱人想买一张 有 因为我在2019年 带了很多我的学生去马来西亚 我发现每带100个老板 都有20个老板搬了第二家园 我发现马来西亚本土人士一边